國內昨天所發生的捷運砍殺的血案 造成了四死 當中有一位51歲的太太潘碧珠 今天事實上就是她52歲的生日 本來全家還要出去旅行 替她慶生了 沒想到就在生日的前夕 發生了這樣子的悲劇 她的家屬當然是氣憤兇手 下手這麼的凶殘 而法醫本來今天中午要來進行解剖 但是她的先生實在是不忍心 妻子昨天已經挨了刀 今天還要再繼續嗎 哀求說可不可以為這個老婆保留個全屍 不要讓她繼續再受苦了 幾瓶不到的小小鐵皮屋 潘興夫人一家屋口就住在這裡 面對突如其來的浩劫 兒子攤坐在椅子上 沉痛得幾乎說不出話 酷樂夜想起母親 卻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 父子倆平常靠計程車維生 潘興夫人幫忙打掃 賺取微薄薪資 5月22號是母親 52歲生日 結婚30周年 丈夫原本想帶她出去玩 但現在卻怎麼也無法對她說一句 生日快樂 就做一個傷口 這個 這個 為什麼要做一個傷口 那麼多受害人還不夠嗎 這麼多受害人可以證明她是兇手還不夠嗎 而且兇手本身也有成功 對 那有必要說 那有必要說做到這麼徹底嗎 是否把人當一個人體實驗還是 原本幸福的家庭 命運操弄 妻子搭上死亡列車 短短四分鐘天人永隔 這樣的傷痛 恐怕一輩子難以滅滅 請問你中文明明 SNG小組 細鳳報道